45岁的高桥是一名黄金单身汉 他事业有成,家财万贯 除了没有对象之外,妥妥到达了人生巅峰 每次看到那些着急下班回家的同事 嘴上说着还是单身最好,没人管 但心里其实羡慕到不行 这天高桥结束聚会,回到家却发现了异样 等他冲进去,就看见一名萝莉女孩喊他爸爸 还有一名自称是他妻子的女人也出现了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家人 高桥试图让他们离开,但他们都不为所动 他甚至接到了女儿班主任的电话 电话那头也准确说出了他的姓名 还邀请他周末来参加家长会 高桥顿时陷入了迷茫 晚上和陌生妻子躺在床上,原以为是自己喝多了 睡一觉说不定就恢复了原样 然而那并不是梦 隔天他吃到了妻子简单又美味的早饭 迷茫体验到了温馨的感觉 妻子体贴送他出门后 高桥对自己是否结了婚,产生怀疑 结果一去查户口,上面清楚地写着他未婚 于是去找妻子对质 但他哭着说,是你不愿意去登记 现在反过来怪我,你这个大猪蹄子 高桥面对着他的指责 内心再次动摇,怀疑是自己脑子出了问题 失去了记忆,就到医院检查 医生也只是说大脑这种事不好说 也许是你压力太大 放松心态,多陪费家人就好 检查完了,高桥如约去参加家长会 正巧女儿正在朗诵作文 题目是我的爸爸 听着女儿稚嫩却有懂事的话 望着他真挚的笑脸 高桥心想,这不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于是他接受了这对突然冒出的妻女 也腾出更多时间 陪他们一起度过简单而又幸福的日子 但一天晚上,高桥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 他称自己是被绑架犯 说你家的妻子女儿都是我的 给五千万我就让他们离开 高桥对他的说辞嗤之以鼻 骂他是不是有病了 陌生男反嘲讽 把陌生人当自己的家人你才有病吧 高桥拒绝了男子的要求 说自己可以照顾他们 陌生人嘲笑 照顾,你太小看现实的力量了 话音刚落 女儿就递给他一本十年后的剧本 随后一帮人冲进他家给妻女化妆 伴随着陌生男的一句开始 十年后的剧情上演了 16岁的女儿叛逆不听话 不仅不去上学 还喜欢动手打人 妻子也沉迷购物高额商品 陌生男说 这就是你十年之后的生活 高桥不服输 面对女儿这样的情况 他也不按剧本走 用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经验 给女儿上了一课 高桥和陌生男说 这样的情况我能应付 紧接着就是20年的剧本上演 26岁的女儿爱好cosplay 还找到了一个皮套超人 当结婚对象 高桥也没有说反对 直接灌下一番心灵鸡汤 把女儿说得无地自容 而这还没完 30年后的剧本紧接而来 妻子已经人老猪黄 满脸皱纹 还想用运斗扶平脸上的皱纹 精神状况也不好 还会对高桥动手动脚 危急之际 工作人员一声咔 暂停了表演 陌生男说 怎样 总好要背负家庭的心理准备了吗 孩子就此消失 高桥回想起发生过的 装装渐渐 他做下了决定 当即就签下了5000万的支票 钱到手后 工作人员一一从高桥家里消失 人都是孤独的物种 温暖来得太突然 在没人戳破真实的泡泡情况下 他们选择蒙蔽自己 也许高桥知道是假的 但过于渴望 所以就默认了 但假的就是假的 就算他留下了妻女 他就真的快乐吗 所以说呀 自己的幸福 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 家人 我们下次再见